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姐 刚才谢你 没事 你怎么样啊 找着朋友了吗 电话倒是接了 没人说话 我确定还是另向其他者吧 人一句话不说 摆明了是拒绝你 你是干什么的呀 打工了 打 打什么工啊 汽车制造厂 什么汽车制造厂 不是 你怎么话这么多呀 我这么烦着呢 滑气 滑气 陕西滑气 你知道吗 就是陕西那个滑腾汽车制造厂 啊 你俩真能卖车的呀 你买啊 我可买不起 我就是个小刺激 不过啊 我们沙海开发集团 他肯定买 他肯定买 你不信啊 国伟和吴总开车车那个 听他打电话 说今年要更换一批新的卡车 不是 我们集团是 香港合资 主流房地产开发的 什么呀 就同时有六五项目 再多 我觉得吧 技少制办一一两百才大块什么的 大妹妹呀 不是 哥们 你怎么就能确定 你们公司 会买我们滑气的车呢 我们吴总创业那会儿 我就跟着他了 我们吴总经常提起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是你们滑气的一个人 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了 一步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生意是越多越好 他也越来越忙 但他对那个人啊 一直是念念不过 兄姐 你要真有本事 就把吴总的恩人请出来 这恩人一开口 这事不就成了吗 所以说 你们老板跟我们滑气 还挺有缘分 这趟局都没白信了 专门 你怎么称呼 咱们俩 要是都出去之后 你能不能带我 见见你们老板 大长 有容力送三丈了 好 专门 我先出去了 那个你三丈在哪儿呢 我帮你拿去 好 你是滑气的人 念吴总那份情 我信你 我的三丈 在吴总的专车上 是一辆黑色的奥地衣服 你明年轻身 拿了证赶紧走 千万别让吴总发现 不然他就把我给开了 好 好嘞 来 不是 你 你们公司叫 叫 汉海 我姓周 对 汉海集团你姓周 你老板姓吴 黑色奥地一百 对不对 好嘞 我 我等你啊 谢谢你啊 杰儿图人 爸 这位女同志把你的证件带来了 三丈都齐 你可以走了 没想到是你接的电话 这么晚了你还在虚实那儿 不该想的别想 不该问的别问 我们是在工作 小夏 谢谢你帮我 我帮你 是出于旧相识的道理 没有别的 我还敢回公司 我送你了 你干什么 小夏 这五年 我以为我才能见不到你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 让我在这儿遇见你 我必须当面跟你解释清楚 以前的事 都是我的错 跟我回话期吧 艾长我告诉你 你 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 都没有用 我们之间不知道有一座多高的山 即使你再有力气 再有一理 哪怕你腾云家务请来各路神仙 只要这座山不同意 你就永远都越不过去 这就是现实 别白费力气了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这座山放下它的成见 直到它接受我为止 你还不明白吗 这座山 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我问你 你心里 还在意我吗 小夏这 这五年我每一天都在忏悔 我每一天都想见到你 因为我确定我这辈子认定的那个人 就是你 所以无论前面有多么大的困难 只要你给我一句肯定的回答 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去努力 我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 它是我坚实可靠的避风港 只要有它在 我去不了一些想去的地方 看不了一些想看的风景 我都愿意在它的山脚下 跟它相依作伴 我不可能跟它作对 不可能 那为什么 拿走你人账的所不够 我知道你冤枉 但是你心里 还有我对吗 我的确拿走了你人账的所不够 但不是因为惦记你 我把它埋了 我要让它代替你 向我父亲赔罪 那你不如直接把我埋了吧 过去的艾长案 我早就埋藏在我的记忆里了 你把过去的沈夏 也忘了吧 现在的我 是威曼南方分公司总经理 你去沈夏 老夏 这 这五年 这五年我一直都在反思 因为我知道我的鲁莽 受到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就是你 这五年 我既想见到你 我又怕见到你 别说了 艾长安 我只能告诉你 我不可能让我妈在受伤害同时 我也不能让我再受伤害 艾长安先生 请你下车吧 艾长安先生 好 我明白了 小镇敌 柴 во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